到底是早晚浇好还是中午浇好 夏天给月底浇水 我们一直是建议大家早晚去浇 为什么不提议大家中午去浇 因为中午的气温太高了 如果你浇出来是冷水的话 它的温差太大了 对于根系有一定的损伤 尤其一些小苗 即便你是已经放置在那里 让它温度跟外面的环境温度一样了 你浇到盆土里面中午浇的话 这个水蒸发的也是比较快的 中午浇的水可能撑不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完全蒸发完了 这后面的这些时间段 月季可能还是停不住 所以我们一般浇水都是 建议大家早晚去浇 早晚浇有个什么好处呢 早上浇水把盆土浇透 这样盆土里面的水 可以低于一个中午的高温 晚上浇水的好处是在哪里呢 你像这种中午把头晒烟吧 我们傍晚的时候给它浇水 这样根系它能很好的吸收 而且水分不容易蒸发 它的根吸收完以后滋润一下 这个打烟的头 马上就能够直清起来了 如果有的话有配置的盆土 太容易干了 而且你这个苗又是中大苗的 我们可以考虑给它换盆 换盆的时候连土球一起换 然后可以用一些保湿性比较好的机制 混合在一起 小苗的话 大家夏天就不要去换了 因为很容易挂掉的 另外我们也可以给它换一个盆 装着控根盆 它的沥水性是比较好的 如果你的盆土又容易干 你又用了控根盆 那我们可以给它换加仑盆 加仑盆它的沥水性若微差一点 加仑盆它的保湿性更好一点 但是南方的话 因为夏天取水比较勤 我们是建议大家用控根盆 它不容易烂根 夏天给月季浇水 要仔细 这样它才不容易出错